大家好 這次又是我們AVA視頻教室的評賞頻道 這次又不僅是我說 請到Heidi Missy來講她的學生的照片 將時間交給Heidi 我是拍風景的 所以大部分的照片就是香港本地的風景照 有些是學生自己可以拍的 有些是我們一起上台那次拍的 我覺得第一個地位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把照片的構圖和手法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分享 可以喜歡的畫 你下次去同一個位置 你都可以這樣的方式去想去拍 這是最重要的 大家是通過我們那個評賞的Youtube 希望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對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這次我就邀請到三個 一屆朋友 他已經不是我們的學生了 已經是自己變了 我覺得是大師 那個就是Staley Hong 他很勤奮的 這個同學很勤奮的 他的照片 現在看著他 就真的已經是變了 就是拍得很漂亮 沒錯 很多漂亮的照片 很多漂亮的 這次看回他的照片 我選了他幾張照片 主要就是說 我自己都很喜歡用那些慢塊門 就拍水 拍浪 拍雲 大家都知道 當你的那塊門 那塊門慢一點的時候 就會是 catch到 你的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是的 特別是那些浪 當你是幾百分之一秒的時候 你就是眼睛看得到的東西 就是好像一些水花 水珠 當你慢一點 去到二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三十分之一秒 就變成了一絲絲的 那你如果債慢一點 一秒 兩秒 三秒 四秒 或者是二十秒 三十秒 那浪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霧化 霧化了 如果你去到十幾秒 就變成我們叫做 好像白色那些 牛奶海那樣 你說漂亮不漂亮 漂亮 哪一個出道漂亮呢 見仁見智 不知道的 是的 那這次我選他 他這次照片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了 沒有霧化了 那有些動感一絲一絲的 那基本上 我估計他 看回都是二分之一秒開始 五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那看回第一張 應該就是泡邊洲出的 小泡邊洲 那這個呢 他又是晚飯門 那第一晚飯門 你是天的雲 會變成 對 第二 那水就變成 不會說是很HDR 很硬 很硬 就油化了 油化了 是的 一絲絲的油化 一絲絲油化了 那這張呢 這個構圖呢 是很值得去看的 因為很多在網上看到 同一個地方呢 他們都是拍到日出 那些雲是很漂亮的 可能那天那些雲 真的很HDR 那時候 可以用那種方式去拍 那當你沒有雲 那時候 可以用些什麼呢 就是前面的水 前面的浪 就是加上那個天空 是 和太陽的擺位都很漂亮 是的 那這張照片的構圖 和那個財相 都我覺得都是很漂亮的 是 很特別的 和你網上看到這些 或者是其他朋友拍的那些照片 它主要focus是那個 小破邊周的衣服 那一塊 那一塊 那一塊Clip 和focus是天 那這個就反而focus是浪 加上就變成配角了 我覺得這張照片是很漂亮的 是的 那第二張 第二張應該就是 鶴咀來的 那這張 是的 那它又是用同一個方法 那就 擺了的天是三分一個位置 那地呢 那浪呢 用來做了 是達出了 一個主角這樣 是 又用了慢塊門 因為這個是我看到 應該就是 二分一秒 或者五分一秒 類似這樣 不會太慢的 是的 那就有些 那個浪有些是動感 我喜歡 我很喜歡這件事的 那當你慢了 那個雲呢 又是有少少 soft了 那浪有些動感 加上這張照片 就是 你覺得是很舒服的 那個構圖 這個很標準的構圖 天是三分一 地是三分二 或者是 地是三分一 天是三分二 這個是我們風景照片 很多都是這樣 標準的構圖 是的 除非你是 或者是天 水天 就是那些 天一半地一半 是的 天一半地一半 是 除非你是 很多時候是那個 天空之鏡 兩個天和地 那就會用這種方法 沒錯 如果不是呢 我們就是多數三分一 或者是 三分二 這樣 這張照片就很標準的 這樣 這個是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的 那麼加密的太陽 那麼第二張照片大家看到了 這個位置呢 它又很特別 多數呢 我們基本上沒有人在 是 他被他捉到一個小朋友 在銅鑼灣避風塘的 他捉到一個小朋友 加上一個媽媽 加上他的威勁 影響到他們兩個 是比較高大了 最主要呢 他用了萬塊門 是啊 又是幾分之一秒的 沒錯 變成那個浪呢 那個movement 加上一齊 加上一個會展中心 維港呢 那個構圖是很特別的 是啊 雖然那裡的太陽 不是最漂亮的 沒有說 就是鹹蛋 或者什麼 很多時候 拍鹹蛋已經多了 我覺得呢 一些很層次的雲呢 我很多時候 都跟學生說 當你的雲 很要層次的時候 其實是漂亮的 不一定要是 金色 就是那個 magic 的天 其實可能 因為 因為 Andy Sir 是沙龍底的人 我其實很喜歡 在那些風景照片那裡 加一點點人物 是 因為我覺得 立即生動很多 是畫龍點睛的 是畫龍點睛的一個方法 但是當然 就是 在我的角度來講 他這個人 是大了的 拿得 如果拿回小一點點 他去不了的 那個位 因為那個位 你去過避風塘的位 是 你沒有得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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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位 是 是 沒錯 但是這張照片也很漂亮 因為那個 範圈速度呢 選得很適合 因為事實上 那個浪呢 那個浪的拉線呢 非常好 因為 你還要看著 如果你有人呢 你太慢就不行的 太慢的人就會動的 太慢就會鬆了 會鬆 他那個人剛剛不鬆 但是浪的線條也很漂亮 所以 他這個三個顏色呢 做條 紅色褲呢 又是很速的 就是證明那個 快門是剛剛好 是啊 是很漂亮的 這張照片 接著帶三張 接著這個呢 都是同一個位置 是啊 浪很漂亮 是 還有雲也很漂亮 是 雲也很漂亮 浪也很漂亮 這張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麼多張 最漂亮的這張 是 他剛剛打上來 其實很多時候那個 所以為什麼我們拍浪呢 你一定 最好有一個快門線 是 你千萬不要關 很多機器 說延遲兩秒 你延遲兩秒 那個浪走了 你的快門線呢 一按下去 剛剛好上 還有呢 腳架呢 我們多數這些呢 我們會低腳架 或者是 要除了一個中軸 很多腳架 可以除了一個中軸 這樣你才可以低 到那麼炒上去 那個浪的感覺 沒錯 這張藥是很漂亮的 分享給你 還有 因為除了它的浪漂亮之外 我覺得風景相片 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 你的主角是什麼 這個主角 是IFC和會展 這個就是東方蜘蛛的主角 所以這張照片是特別的 就是 如果你譬如在淺水灣 在那些地方 在石澳 拍到這些 但是後面是沒有的 或者是幾塊石頭 那風景相片的力量 就沒有那麼大 主要是風景相片 大家都是這個想法 出去到處都有 漂亮的太陽 你去什麼 布吉那些 拍的太陽 加上海 沒錯 都是那張照片 就是沒有了前景 你的前景是一些 很有價值的前景 這個就很重要 對 很漂亮的那張照片 OK 下面還有一張 沒有了 四張 OK 這一期就很感謝Stally 分享給我們 那張照片 其實她也給了別的照片給我 不過我覺得 那張照片和其他同學不同 是很特別的 她要自己的構圖和方法去拍那張照片 是很值得我們大家去學習的 第二個是 Jonathan 是 OK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Martin 不是Jonathan 這個Jonathan OK Jonathan又是一個很勤勵的學生 跟我們 什麼老師他都跟的 拍風景 拍生態 拍毛巾那些水珠 拍運動 什麼都拍的 那第一張照片 這個應該跟我們的班去 這個叫錦田學 錦田學 錦田學 這個magic很漂亮 幸好這個magic 它構圖 拿到那個倒影 加上我們地下的那個 我們叫做火星洞 其實是那些魚 好像那些蛋在裡面 沒錯 鏟了一些洞 然後那個水 這個位置一定要解到水退得很厲害 不是容易撞到這個境 要解的 要解到 剛剛好magic 唯一就是這張照片 我自己覺得 前景是 暗了少少 右邊暗了少少 整張照片 是暗了少少 是 如果拍攝的時候 用少許HDR mode 或者撿一撿這個photoshop 就漂亮得很厲害 多數風景上 因為你不能選擇 因為那個位置 這樣說 在現場是沒有燈 沒有東西的 它真的是暗的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叫HDR呢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跟學生說 如果很多鏡子都要叫包圍曝光 其實就是Andy說的HDR 就是你拍三張 拍五張也好 有光暗些 中間和 所有都拿了 那你到時回去 就合併做一張HDR 有些相機 就跟同學 我自己一按下去 它已經幫我合併 是有的 都可以的 看看你自己的要求要多高 回家做的當然漂亮 是 就這樣在機上做到的 沒那麼漂亮 現在那些好像Nikon的儀式機 都ok的 拍兩張 接著就給你一張G 給你兩張Original 你回去就可以做過 沒錯 或者你自稱自己 BKTNikon 就拍幾張 三張 五張都好 自己回家去 便宜一屏 所以它就看到前景 就會光了 質感會出來 特別是晚上照片 沒錯 所以你將它的構造很漂亮 是光差了一點點 那這張它是拍攝生態的 那看回它的原相 那這張呢 那個 雀仔那個 那個Moment 其實Catch都很好的 沒錯 那背景呢 都可以做到夢化了 那它的鏡頭應該是長鏡 是頗漂亮的那些鏡頭 是頗漂亮的那些鏡頭 那隻眼都夠Sharp的 就是我們叫做眼神光也有 影生態一定的雀仔 你知道我們叫做眼神光的 是啊 那幾樣東西都做到了 唯一就是你這張照片 大家看一看 那就是 那前景右手邊呢 感覺上是窄了一些 其實很多時候你不能選擇的 是 沒錯 不能選擇你一是角度去遷就 那未必你要遷就 是的 第二呢 就是回來Photoshop很簡單的 那我這張呢 我就幫它撿了一點點 第一呢 你看回 其實我不是撿了那麼多東西的 那下面我們叫做撿垃圾 是 這樣撿了這些垃圾 這樣整張照片 撿了一點點 不要那麼多 撿不走一些畫 你可以是 角度上面 搞一搞 擬一擬 那就是不行呢 你就會用一些印章 圖章 或者是膠布 撿了幾支支 那你的Focus呢 變成主體呢 乾淨很多了 是 乾淨了 那個畫面呢 就清了 是的 還有主體就是那隻眼 沒錯 一看你就會去到那隻做事 是 因為這堆樹枝是有些影響的 是 那怎樣都撿不走它 都在那裡撿了它 是 沒錯 那這些是Photoshop 最簡單的撿法 是 不用撿多少東西的 撿垃圾 是 還有攝影人 其實應該要做的事 因為其實你的作品呢 就會是表達你那個 就是 對攝影的那種 執著要求 那如果你這樣都不撿呢 就是你就比較隨便了 是 那這張我也是特別 他拿了一張 他沒有撿過的 那我幫他撿 自製和大家同學分享 那怎樣去撿一張照 是 那第三張呢 這張呢 應該是 青馬大橋的走上去很辛苦 很多樓梯上去 就是下來 就是那個 那青衣公園那裡走上去 接著拍著青馬大橋的 這張照片我是他旁邊的 所以我知道是什麼 他這張照片呢 就用了一支長鏡 就zoom過來 其實拍風景很多時候 都會用長鏡 我都喜歡說 你拍一支七十二八 那用長鏡zoom過來 拍風景為什麼 不只是歪鏡 歪鏡當然是漂亮的 歪鏡很多時候 你拍銀河 拍那些magic 是一支歪鏡漂亮的 長鏡呢 當你有山 有雲 有陽光 你zoom過來 他馬上 你看那些三個層次 就已經出來了 就是因為他用了一支 七十二八 大光鏡鏡來的 如果還沒記錯的話 這樣zoom過來是很不同的 跟我們拍一些歪鏡出來 這個感覺是兩回事 是很漂亮的 那個阿叔是會漂亮的 那個阿叔出來的 那這張照片是 還有色彩也夠 很漂亮的 那個那個magic很漂亮的 那這張他就用了 他這張都是同一個位置 一個左手一個右手 一個就是青馬 青馬 青馬橋 他這張不是用歪鏡 因為為什麼呢 他前面呢 其實去過的人會知道 前面是船場那些 如果你用得太歪 是很雜的 很多垃圾的 是啊 那他用了一支 發揮不了主體 是 用了一支中距 變成那個 中間反而就是 避開了前面那一閘的垃圾 沒錯 還有都拍到青馬的感覺 變成青馬的主體很出來了 嗯 加上上面那些magic有多漂亮呢 就成為一張很標準的風景照 是啊 是啊 那下一張 這張呢 這張呢 是去360 那旁邊那些你說是什麼 加上去 不是 我們呢是過年之前去的 是燈龍來的 是啊 那燈龍呢 是平360那個市集那裡 它就是頂上一條條的 有很多燈龍 當你要長鏡那件事 你就zoom過來 穿過去 穿過去 拍到佛呢 那那些燈龍就變成你前面的散景了 是啊 那它又是用長鏡 阿Jonathan是喜歡用長鏡 Jonathan Lee的 是喜歡用長鏡這樣zoom過來的 這樣變成你的前景 就不只是一個法例 我們叫做很dry的 有些前景 或者是這個影法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你前面有些東西 有些草 有些花 可以 你zoom那時候 它那個focus是遠處的 是 沒錯 它前面那些東西就蒙了 或者是有些特別呢 某個電視影婚紗很流行的 是 你用前景做虛化 是 做一個虛實的對比 是啊 所以這個方法是用長鏡來拍的 是很漂亮的 是啊 沒錯 OK 好了 那這個Jonathan 講完了 Jonathan Lee 是的 第三個給大家分享 就是Martin Hall Martin Martin也是一個 雖然他有上班 都很勤力的 那個早上他第一張照片 就是山頂的 是 他就還沒有前兩個人拍的 嗯 他很勤力的 就飛上山頂了 這張照片 都很漂亮 是用長鏡的 是啊 漂亮的 他這張照片沒有撿過 沒有撿過 是沒有撿過 是一張很漂亮的黑白照片 就是Monocone 是啊 有時我們在這個照片 平常不需要 你撿到天花亂聚給我們 變得我看不到你 你真是原本是怎麼樣 很難跟同學分享 有時我說 你給我一張照片 我有它在 大家知道 是啊 那你張照片可以 因為那個天沒有什麼的 如果裁一裁 是會更加漂亮 因為中間有些 剛剛有些霧 那個焦不是很大的 那裁回上去裁一裁 focus是那個中間 是的 你張是更加漂亮 我自己覺得 因為中間是最漂亮的 就是所有主角出生來 是的 還有主角的層次 看得清楚很多 因為如果你現在這樣 主角的層次難看得很 因為前面的城市 始終是背光 你不要用HDR來拍 它是黑的 是的 主體是中間的雲 主要是沒有的 加上你那些城市 還有那幾個建築 那城市的建築 是的 我覺得它try and try focus是中間 是的 這張照片就更加 即是幾乎正方島更漂亮 是的 加上它那個 給人的感覺就是 好像一些 要不是黑白 是的 又有些懷狗的感覺 是的 沒錯 這個是一個monocone的顏色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我沒有幫它撿的 那第二張 這個原相 是 那這個呢 就是 因為那些霧 是大了出來 就有少少叫做 不高清 是的 不高清 有些藍調 是的 有些藍調 它知道要組的 那這張原相來的 那我就幫它呢 第一 第一 那大廈呢 幫它靜了 它少少歪了 這個很簡單 很正的水平 是的 第二呢 幫它撿到垃圾 垃圾呢 是它之鏡應該要霧了 當然那絲務是骯髒了 這個是風景上 記得記得 很多朋友 經常會有的了 撿得很乾淨 不過不記得放大 看不就是那些垃圾 沒錯 這個東西是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是的 很簡單的東西 出相之前 就是看一看多一點 很多時候就是沒有看而已 不記得的 這張呢 就大家看到呢 我就幫它撿了些垃圾 那些光呢 拉了少少光暗 對比度拉了少少 還有那些顏色呢 你一定是加了少少寶和度 自然寶和度 多數是 這個風景上呢 基本上你都是這幾樣東西的 你說誤助 誤助你這張相片 就沒有那麼漂亮 是的 那什麼手機會拍出來漂亮呢 因為手機其實是幫你撿了的 手機自動呢 你一拍完之後 它就幫你已經是做了 已經是我們加了 它想加的那些味精上去了 是的 那所以風景上 你想漂亮少少呢 沒有懶惰 一定呢 不斷地調教一下它 沒錯 那第三張呢 這張就應該是馬草籠的 馬草籠很多朋友都去過了 第一呢 就不同具質地 太陽的位置不同 所以你這次看到的太陽呢 在這座大廈上面呢 可能明年這個時候 你才可以看到的太陽在這座大廈 下一次去呢 就已經是 冬天是偏偏左邊了 夏天就偏偏正中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剛才說的 是的 如果太陽在這個建築 當然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是的 如果太陽在那個地王大廈那裡 那張照片就會更漂亮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高手的攝影 風光攝影師呢 他們是懂得選擇時間的 是的 好似圍港呢 大家再說一件事 如果你想太陽在那個圍港的中間 正中呢 很多人想 那你就是6月才可以去 對 剛剛好過6月中的時候 正如Andy Sir那時候 圍著獅子來拍 又是6月20號 我們想要拍獅子的食日 那個獅子和太陽最近的日子 即是6月21 一二十多的那幾天 是的 所有這些東西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想拍到那些東西 你就會對那些東西很明白 而且你又過一年那幾天 是有陽光的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 所有風光攝影師 我們其實聊一會兒 就知道他是高手還是不是的 或者是假扮的 因為很多這些東西 是那些人才會知道的 你明白嗎 普通人是不會知道的 沒錯 所以無論他主體在哪個位置 太陽在哪個位置 所以有些人 有些Facebook的朋友 很幼稚 經常覺得 人家就把東西搬來搬去 高手是不會的 他知道那些東西 是不會在那裡出現的 你明白嗎 所以很多人就是 你認識的 你自然知道 你不認識的 你有時會亂說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是春夏秋冬 所有的東西 是萬事萬物 你去得多 你所有的認識都會多很多 如果不是的 太陽東邊心去 正東和正西 一年是不是幾天的 沒錯 而且太陽是會動動的 它會回歸的 去到哪個日子呢 夏至之後它會回歸 所以這個秋冬 冬至全部是有分別的 還有有時間有地方 不要緊 有很多地方 就是你拍風景的人 你都不會只去一次的 很多同學就說 我去過了 我不去了 那我就 真是要跟他們說 你上次拍的東西 很不同的 還有今次拍的東西 是不同的 你不要以為風景是永遠一樣的 時間不同 所有東西都會不同 你的天都不同 是 沒有一模一樣的天給你的 所以剛才這張照片 其實我喜歡它 就是它避開了 就是跟別人拍那臭龍 全部的歪鏡 大家都拍到同一個 是 現在它是用了直到 因為太陽 加上水 就是剛剛好有些金光 所以這個構圖就會很美的 你說太陽的位置 就要再去過 夏天是個位置最美的 這個構圖是很值得大家去借用的 沒錯 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中間的大廈是偏黑了 偏黑了 還有大廈的佈局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是我們控制的 是偏黑了 這個影法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唯一就是說 你用HDR的方式 就是你用包圍布光 這樣搭出來 這樣你中間的大廈就會有些立體感 還有那個光 就會不會是黑成這樣 因為你就算遮黑卡 都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它不同位置 是啊 你兩個光 上面要光 下面要光 中間沒有 這樣唯一舊式 就用黑卡 好像這樣掃的 中間 好像用兩個手指一樣都可以 一支筷子這樣握著 中間掃的 但是要搞這麼多 快門的控制都很難 是啊 HDR容易很多 HDR容易很多 特別你現在的機 大家都有個類似HDR或者波會曝光 這樣去做就會幫到我們很多 是啊 那這張相片 好 最後一張 這張是季節限定的 這張是現在的 應該是青龍公園來的 青龍公園 每一年大家也是 去年就是2月頭的 今年遲了 是啊 今年應該是3月頭的 3月頭去拍的 這張相片我很喜歡 超喜歡 超漂亮 因為太陽 太陽在那個水平線 剛剛落到那個位 是最完美的時刻 第二 前景很漂亮 第三 我喜歡那堆日 所有東西都是 一切一切都是 但是 其實呢 加了一張 加了分 在一張 100分的風景相片上面 你也要留意到 它這張相片的構圖 它的天是沒有那麼多的 因為第一 那天是沒有什麼雲 沒有東西看 只不過是彩色 是啊 這樣有些人是前面 它是可以做到你的前景 加上你前面的青苔的石頭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影友 經常覺得 欠位 又有人在他前面 尤其是 我從來都不欠的 如果你在我前面 我就會拍你 嗯 其實很多時候 影友 更漂亮的 不過唯一要大家留意 你前面有人 如果這個時候 你都是慢一塊門 這樣你就 要選 那些人 沒有那麼動得那麼厲害 沒錯 沒有瘋狂 或者是沒有鬼影 那張相片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留意 嗯 所以這張相片 一個風光攝影師 不容易的 要留意很多東西 才能拍到漂亮的照片 其實這個 遲一點 水會一直在退 那些人就會走過去 前面的一群人 我想告訴大家 他們是間水過去 是 一定 那之後 你替人挪了之後 水低了 就可以走過去 那走過去 都漂亮 不過就沒有了前景 前面那些人 沒錯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不同位置 不同時間 不同時間 有不同的照片 是不同的 是的 那這張相片是很漂亮的 嗯 那這個都很多謝 今天呢 謝謝Martin 分享風景相片 Jonathan 和我們高手 Stally Stally Home 那多謝 那下一次 我們有些漂亮的相片 又和大家分享 是的 那我們又下一次的 評想頻道再見了 好 拜拜